正所谓一招天子一招臣,一旦发号施令的统治者换了个人,旧臣很可能就会遭遇冷落,可这先帝旧臣总还有得到新帝宠建,卷土重来的那一天,除了旧臣之外,先帝崩世后,还有一群人会受到牵连,而他们却很难在上位,他们就是先帝的一妃,就拿着备受康熙宠爱的一妃来说吧。 在雍正即位称帝后,他可是受尽了欺辱,生前备受康熙的宠爱,然而后来在他死后,雍正却让其停官四年,直到乾隆继位后,才准其下葬,那么在这背后,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呢? 解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一妃郭罗罗氏是满洲湘黄旗出身,这湘黄旗可是由皇帝亲自统帅的一支队伍,可见这一妃的家世显赫,在家族的疏通打点下,郭罗罗氏在康熙年间以宫女的身份进入了皇宫,宫女与秀女是不一样的,前者不管进宫前的身份多尊贵,进宫后都只是皇家的一个奴才, 而后者则是皇帝嫔妃的候选人,虽然郭罗罗氏没能当上秀女,但他也没有气馁,在他看来,只要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宠眷顾,自然就能够飞上之头了,所以郭罗罗氏找机会和康熙身边大太监搭了上线,在封建时期,跟在皇帝身边的大太监,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太监都是不同的,就像《甄嬛传》中的苏培圣, 因为这些太监是有机会向皇帝进言的,得到了康熙的大太监的认可后,郭罗罗氏也就被安排在了皇帝进前伺候,所以康熙皇帝才会注意到郭罗罗氏的存在, 在与他接触后发现,这个宫女与寻常的宫女不同,不但长着漂亮的脸蛋,而且还会像男人一样骑射猎鹰,这个发现让康熙皇帝很是欣喜, 毕竟此时的皇帝正当壮年,正是喜欢这类户外运动的时候,于是康熙皇帝就宠幸了郭罗罗氏,封他为贫,还给了他一个仪的封号, 要知道,雍正的生母是在生下了他之后才被封为德贫的,而在清朝组织中是没有为生子就封贫位的先例的,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康熙皇帝对郭罗罗氏的喜爱,没过多久,郭罗罗氏为皇帝生下了印旗, 死子还被寄养在皇后身边,在康熙二十年的时候,皇帝大封后宫,郭罗罗氏与德贫也就在同一时间都成为了康熙皇帝的妃子, 一个是宜妃,一个是德贫,据《清史》中的记载,康熙皇帝一共宠幸过五十多位妃嫔,但是在他们之中,几乎没有能与宜妃所受的帝王恩宠相媲美, 当然,宜妃为皇家开支散业了,完成了身为一个嫔妃的责任,康熙皇帝的五阿哥,九阿哥以及十一阿哥都是宜妃所受, 而且史书有载,康熙对宜妃是慎爱之,康熙年间的社会不大太平, 所以这位皇帝也需要亲自外出征战沙场,以此来鼓舞将士军心,每一逢康熙皇帝外出之时, 他都会让人送一封亲笔书信给到宜妃,以示安慰,有些时候,康熙皇帝还会让人将所到之处的当地特产送一些给宜妃, 这是其他后妃,就连皇后都不曾有过的礼物,足见康熙皇帝对宜妃的特别了, 除了宜妃之外,康熙皇帝也后代了他的亲族兄弟,在宜妃还未成为宜妃之前, 他的兄弟只是一些微末的地方小官,在他祸宠后,他的九个兄弟的官职都得到提升, 然而宜妃的荣耀在康熙皇帝崩世的那一刻全部都化为了乌有, 也为继位称帝的雍正皇帝对先帝的这位宜妃十分不喜,屡次三番的羞辱的, 那雍正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第一,由于康熙皇帝子嗣众多,雍正是与众多皇子博弈厮杀后的最后获胜者, 所以才能登上皇位的,第二,当时最有希望争夺皇位是两个人, 一个八阿哥印子,一个是四阿哥印真,而在争夺楚位的时候, 宜妃的第二子印唐氏站在雍正的对立面,属于八爷一党, 因此雍正皇帝在还未继位之前,是受着八爷一党的排挤与打压的, 他的心里自然是存在着一股难消的怨气, 在他称帝后,以雷霆手段处理了曾经的八爷党, 这印唐被隔出了踪迹,沦为了庶人后,被雍正赐死了, 而宜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自己儿子的牵连, 才会被雍正格外针对,揭开历史的阴影, 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 除了争夺皇位之时所积载下的救援之外, 这位宜妃在康熙皇帝的丧仪上, 也做了一件让雍正很是不满的事情, 康熙崩氏陷入了无限哀伤之中的宜妃就此病倒了, 所以在前往康熙的丧仪时, 她是被工人的轿子抬着去的, 按理来说, 先帝妃嫔承坐教年这个行为也实属正常, 但是宜妃的轿子却走在了雍正皇帝的生母德妃的前面, 皇家又向来注重礼仪规范, 位高权重者是需要行走在前面的, 宜妃此举是不合规矩的, 而这件事也被雍正皇帝知晓了, 于是她就利用此事开始大作文章, 给宜妃定下了两条罪状, 其一是不顾尊卑等级, 见到了太后不但不停轿行礼, 反而还越过了她, 其二对太后不尊重, 也就是对她这个刚上位的新帝的不敬, 这两顶大帽子扣下来, 一非一时间被训斥得哑口无言, 身上的病症犯得更严重了, 而在这个时候, 一直养在康熙皇帝身边的印旗, 为她的生母求情, 雍正才就此作罢, 而雍正之所以不对印旗下手, 是因为她一直跟在先帝皇后身边, 没有与雍正争夺过这皇储之位, 因此雍正才容她继续稳坐这王爷之位, 雍正十一年, 一非病逝, 按理来说, 一非应该是要以先帝妃嫔的身份下葬的, 可是雍正皇帝却迟迟不让她入土为安, 这也是对她与印旗的一种报复, 在一非停失了四年后, 才得以下葬, 但是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是乾隆了, 雍正在一非去世的两年后也驾崩了, 由此可见, 雍正至死还是没有放下对一非的怨恨与报复, 在明争暗斗的后宫之中, 像一非这样接连传出喜讯, 且一连生下三胎皇子的女人, 着实令人艳羡, 更何况, 后宫的女人们信奉母平子贵, 一非一连三个儿子, 怎么能不令人眼红呢? 康熙皇帝对一非的宠爱, 不仅仅体现在频繁出入一非的寝宫, 且出行常常将她带在身边这两件事, 对待一非的父亲, 康熙皇帝也很大度, 一非的父亲三官宝虽是四品五官, 但他可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, 与一品将军一同入座及并行交谈, 康熙皇帝对于一非的偏爱是明目张胆的, 也是温柔韧性的, 永献禄中曾用四个字描述康熙皇帝对一非的感情, 那便是眷顾最深, 不过一非人生的辉煌随着康熙的去世而一去不返, 康熙皇帝驾崩以后, 四皇在雍亲王登帝, 其母乌雅士, 也就是德非, 被封为皇太后, 康熙皇帝驾崩时, 一非卧病在床, 病情有些严重, 但已故皇帝的葬礼, 妃子里应到场, 那天, 病情严重的一非神志不清的来到祭奠现场, 为先帝哭丧祭祀时, 不知是身边人故意陷害, 还是一非真的病昏了头, 竟一下子跪在了雍正的母亲德非跟前之际, 这在皇家可是大不敬的行为, 雍正当即大怒, 不留任何情面的狠狠训斥了一非, 曾经的德非与一非平起平坐, 位列四非, 可今时不同往日, 德非已然成为皇太后, 一非自然不可在礼节上有所僭越, 除此之外, 一非在雍正帝面前还是以长辈的姿态自居, 态度高傲, 雍正见了自然是心中不悦, 借着训斥一非太监的由头, 想要给一非难看, 总之雍正登帝之后, 那是处处跟一非找不痛快, 康熙生前层下了一道御址, 在他驾崩以后, 皇子们可以将年长的母妃接回自己府中居住, 借着这个由头, 雍正帝向一非下了逐客令, 要求他把自己的宫殿让出来, 住到大儿子横亲王府中, 就这样, 一非被雍正变相踢出了皇宫, 除此之外, 关于前朝太妃的封号问题, 雍正一直不给一非好脸色看, 究其根源, 还是因为一非的儿子印堂是雍正的政敌, 这种难以忽视的隔阂, 让雍正皇帝乃至日后的乾隆皇帝在追封前朝妃嫔时, 都将一非及其姐妹排斥在外, 1733年, 一非在横亲王府去世, 四年后才被葬入景灵妃远寝, 相比于坐拥康熙宠爱室的风光, 一非的后半生被踢出皇室, 且处处不受雍正待见的经历, 也确实称得上丸景凄凉这四个字, 再怎么说, 一非也是雍正的长辈, 无论登帝与否, 对长辈该有的礼节和尊重是要有的, 那么雍正为何要处处针对一非呢? 说到底, 不过因为一非儿子的政治立场与雍正不同罢了, 一非的二儿子印堂, 也就是九阿哥在康熙末年九龙夺敌的乱象之中, 与印真成为政敌, 印堂是八王党的重要成员, 在九龙夺敌这件事上, 他力捧八阿哥印四, 即便后来印四倒台了, 他也没有考虑站在印真的阵营之中, 反而跑去支持印之, 印之看到印堂如此坚定的要跟自己作对, 心中自然是极为不悦, 后来印之登帝, 将政敌印堂压入大牢, 极尽折磨, 一非作为死对头的生母, 自然也难以得到雍正的优待, 这也是为何雍正处处针对一非, 将其逐出皇宫, 且不追封他名分的缘故, 封建王朝, 荣辱一瞬, 嫔妃们的命运随着皇帝的目光流转, 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, 一非的前半生无疑是幸运, 也为他有幸得到了康熙的宠幸及偏爱, 在一非的一生中, 或许只有那段时光是真正快乐自有的吧, 心有所爱之人, 膝下有三位皇宅, 如此敬遇, 实在令人艳羡, 可自从康熙死后, 一非的快乐和幸福也一去不返, 地位流转, 荣辱变迁, 他也为儿子站错了政治阵营而饱受欺辱, 他又能埋怨什么呢? 其实, 一非只是康熙皇帝宠爱的一个妃子罢了, 无论儿子是否站错了政治阵营, 他的时代也终将随着康熙皇帝的逝世而终结,